女医生亲眼目睹一名女病人 露出诡异的笑容 随后离去的死在她面前 之后她发现 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怕力量 开始转移到她身上 恐怖的事情在身边接连发生 她渐渐发现 自己已无法摆脱这个恐怖的东西 语歌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为你们介绍一部 近期很好的恐怖片 话说我们的女主 是个爱岗经验的精神科医生 病人老卡反复悼念着 自己要死了 女主告诉她 你只是躁郁症发作了 我保证她伤害不了你 老卡听后平静了一些 女主知道 这名患者不会危及他人 第二天 一名26岁的女研究生小薇被送来 她上周 亲眼目睹一位教授 用铁锤把自己锤死 她是唯一目击证人 如今小薇也犯了病 面容求对着她 一直躲在墙角 似乎在怕着什么 纠点中 女主感觉她的精神很正常 小薇说 自己最近能看到一些 色人非人的东西 有时会伪装成身边的人 把人脸当面具带 这东西会对小薇露出 令人发毛的诡异笑容 搞得她 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女主当然不信 觉得这只是小薇的幻觉 想进一步解释时 小薇突然被什么东西 吓得莽然先后翻倒 这情况绝对不正常 女主却没看到身后 有任何东西 同样被吓得的女主 连忙打电话喊人求助 回过头去发现 小薇在她面前露出了 令她恐惧到极简的笑容 人物切开了自己的脸 鬼笑着倒在血泊之中 女主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 纵使是精神科医生 也被吓得够呛 推顿 小薇患了急性创后压力症 有偏执妄想的症状 经历了此事的女主 心里想压着一块大石头 到家后也无法放松心情 白天的事 仍令她无法释怀 这时她突然看到 小薇再次出现 在向她凝笑 惊去之时 男友小黑回来救了她 今天约了姐姐与姐夫聚餐 然而席间 女主一直魂不守舍 姐姐聊得家常 她一句也没听进去 还因一条小事 爆了粗口 所有人都没想到 温热的女主会突然变成这样 第二天 女主查看案件报告 发现那名教授之前对着小薇 微笑着用羊角锤锤死自己 和小薇在女主面前做的事 几乎一样 这时女主又看到 死去的小薇 站在楼下对她微笑 随后她又看到 病房正的老卡在傻笑 并对着女主反复说 你会死 吓得女主连忙喊然 对她强制约束 但实际上 老卡当时 并没有展现出任何攻击性 这一切都是女主的幻觉 院长觉得女主受到小薇事件的影响 给她放了一周带新假 让她回家调整好再来工作 虽然心里一堆破事 但家人还是要顾 周六是小薇生日 女主却给她买了一只火车玩具当礼物 今晚男友要加班 也不能来陪她 女主只能用酒精来挣打 突然家人的保全系统名声大作 关掉警报后发现 自家后门 不知被谁打开了 保全系统客服打了电话询问情况 说着说着 来了句诡异的话 你确定没放什么东西进来 看看你身后 回头时 电话再次响起 原来这次才是真的客服 方才只是幻觉 警察检查过后 没发现任何异样 推断是门没所好 男友问出了什么事 女主不想和她聊这么恐怖的事 没有告知实情 此时女主发现 家长的猫咪不见了 到处都找不到 深夜女主睡不着 分钟小微死听录音来听 反复收听后 发现录音最后 小微用很小很小的声音 再喊女主的名字 听得仔细时 小微的鬼脸突然出现 八月给我吓个半死 经历了一系列怪事的女主 去找心理医生 想让她给自己开点精神药物 马医生认为 女主还没从儿时 母亲自杀事件的精神创伤中走出来 再加上 小微的事导致压力过大 睡眠不足 精神并没有什么问题 需要观察一下再决定 要不要给女主开药 小微生生日这天 女主赶来赴约 姐姐很高兴 宴会上 大家好不热闹 到了差礼物环节 轮到小微生 差女主送的礼物了 那这里边的小火车 竟然变成了女主家猫咪的尸体 怪不得猫咪不见了呢 宾可满都吓傻了 小微再次出现了现场 别人却都看不见她 小微猛然出现 现在女主向后被摔到桌子上 手臂受了伤 索性并无大碍 身边所有人都觉得 女主疯了 孤立无知的女主 终于将这事告诉了男友 认为小微身上那个邪恶的东西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哪知男友听后 更加觉得女主是个疯子 甚至怀疑女主 是从自私的母前那里遗传的 根本不过女主有危险 反而想摆脱她 如此自私的男友 得亏还没结婚 女主的精神愈发颓废 夜不能寐 决定查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许能找到破解之道 她冒充记者 来到了在小微面前 自私的教授家 教授太太说 丈夫死前 经常疑神疑鬼 无故大声尖叫 有时还会对着空隙说话 这些是教授死前画的 这些画作真是一个比一个恐怖 一张张全是怪异怪异的脸 太太说 教授之前目睹了一个女人自杀 看来这邪恶的东西 真是一个个传过来的 女主问太太 那个自杀女人的名字 太太就识破了 女主并不是记者 大吼着电脑赶了出去 走投无论的女主 只好去找身为警察的前男友 小乔帮忙查询 在教授面前自杀女人的身份 这个在教授面前自私的女人 死得超惨 小乔问女主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主担心 她也把自己当成疯的 没敢说实情 查询后发现 这个女人四天天 也卷入一起自杀案件 一个男人来到她面前 当着她的面 弄爆了自己的头 诡议的是 这男人死前也在笑 女主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邪人的诅咒 觉得自己也会被她搞死 想向姐姐求助 姐姐就说 女主现在的状态 和当年老妈自杀前的状态一样 当年姐姐被逃避老妈 独自离开了家 留女主一人 这么多年 一直对女主心怀愧疚 但她觉得 女主现在也精神病发作了 不想再多说 然而女主回到车里后 姐姐突然来到近前 倒掉在大厦的头 又吓了观众一大跳 如今身边所有人都抛弃了女主 只有钱能有小乔愿意帮她 她查到 还有20个案例 19个受害人 其中有个会计 目睹合伙人在自己面前自杀 随后这会计 当着一个目击者的命 杀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 一周后 目击者也自杀身亡 这模式又继续了 女主怀疑 当时有人占据了小白的身体 她并不是自杀 那些案例里的受害者 最多活不过一周 大部分长不过四天 而今天就是女主的第四天了 在小乔的帮助下 身为精神医生的女主 该以罪犯措血为由头 去见了这个案子的唯一幸存者 会计小黑 原来小黑也曾用起一切方法 调查这个邪灵 发现几年前 在八七也有个男人逃过一劫 他杀了邻居 将邪灵传给了邻居的老婆 破解的唯一方法 是杀掉一个人 并保证下手时现场有目击者 将邪灵转移给目击者 创伤是他的力量来源 他要借由创伤才能转移 这时女主说了嘴 独知邪灵在女主身上 小黑疯了一样向女主咆哮 他再不想沾上这恐怖的玩意了 女主被他吼跑了 靠杀人来救自己 这事女主做不出来 这是女主心理医生 马医生来登门拜访了 他要女主向他证明 现在的精神状态 不会危及到他人 女主谎称 自己只是压力太大 睡眠不足 现在已经没事了 说到一半时来电话了 电话那头竟然又传了 马医生的声音 原来眼前这个是邪灵假冒的 这家伙露出猙獰的笑容 对女主说 你时间快到了 随便咧着嘴向女主冲来 女主终于意识到 自己不杀人就会被折磨致死 他将刀藏在袖口 前往自己工作的医院 去找病人老卡 老卡仿佛知道女主的来意 一见面就躲到墙角大喊不要 这时院长来了 女主当在他的面抽出水果刀 刺死了老卡 院长看到后却撕破了脸皮 女主突然惊醒 原来方才的剧情又是幻觉 这时真院长来了 看到女主车里的水果刀后 想报警 女主见状疯狂逃离了医院 此时女主已有了主意 这邪灵需要人传人才能生存下去 和隔离病毒一个道理 只要一个人待着 身边没人 他就没招了 女主来到以多年无人居住的自家旧屋 十岁那年 精神出现严重问题的母亲 服用了过量安眠药 但她服完药就后悔了 求女主帮忙报警救自己 小女主却转身离开了房间 当年没有救母亲 是她此生最大的心魔 女主经所有门窗关好 点声一盏油灯独自呆着 看这家伙还能搞出什么花样 她突然听到母亲房间有声音 鼓足勇气再次推开房门 时刻多年又见到了母亲 母亲哭着向女主道歉 表示当年生活太艰难 她又会想得那条路 问女主为何不救自己 女主咆哮的说 因为母亲是个怪物 当年只有十岁的自己怕她 这份愧疚 自己一直背负到现在 母亲听后 现了原形 原来她是邪灵伪装的 这个手长脚长的萌萌怪 开始攻击女主 并告诉女主 你逃不出自己的内心 女主才不想她屈服 将油灯丢到这货头上 将邪灵敲成火热 然后逃出了一片大火的老家 了结了邪灵后 女主找到了 唯一愿意相信自己的小乔 向她袒露心扉 提着与小乔复合 那只书画间 小乔也变了脸 露出恐怖的笑容 女主疯狂逃出她家 却发现自己还在老家门口 老家安然无恙 妈买皮 方才又是邪灵制作的幻觉 这时沾小乔来找到了 分不清敌我的女主 又逃回老家 却发现邪灵的本尊还在家中 撕开脸 露出无数张大嘴 人物钻进了女主 吓得张大的口中 小乔随后踹开房门 却看到被邪灵附身的女主 将游从头交的脚 鬼笑着在她面前点燃了火柴 微笑这部恐怖片 凭借着病毒式营修 被各大社交网站媒体相继报道 关注度居高不下 出品方派拉蒙有业 原本只计划上线自家流媒平台 但一经发行备受好评 于是转而现在愿些上用 事实证明这也决定太英明了 梅笑一笑成为好莱坞当年最大票房黑马 上映两周连续残联北美票房冠军 打破了逃出绝命队的记录 以1700万美元的成本 在全球斩获2亿美元票房 魅力北美年度票房总榜第22倍 这部恐怖片的jump scale点是真多 以至远哥我分三次才敢看完 并不是我单小 主要是那几天晚上家里只有我一人 连猫都离家出走了 开个玩笑 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喜欢这种吓人方式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这部电影在豆瓣上的评分并不高 但由于这部电影的预告片中 放了很多精彩恐怖镜头 所以吸引了很多观众去影院观看 不得不称赞出品方的营销做的是真好 影评开头小微那个笑容确实非常吓人 与之前宇哥讲过的恐怖片破尔结尾 女主那扭曲的脸又一曲同工之妙 也许有人说这部电影没有什么逻辑 对于邪伦的来由也没有讲清楚 但不管怎样 对于一部恐怖片来讲 能吓到观众就足够了 总比那些雷声大雨点小 一点都不恐怖的恐怖片好看 或许还能撮合不少对友情观众中成眷属呢 你们说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马自不易 辛苦大家动动小手转发 评论点赞支持一下 越高感恩